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明白自己不是 各称职的执政者 后来 慈禧回到皇宫 一开始他也想学习武则天 但武则天并不是那么好当的 需要花巨大的精力 慈禧想想还是不干了 做不了 于是他又开始每天赏赏花 游游船 照照相 散散不等 日子同样过得潇洒滋润 但这个时候的滋润生活 慈禧心中是有点担心的 他怕民间百姓唾骂自己 他也想做好一个掌权者 但有心无力没办法了 按理说慈禧自己做不了 就应该能者上弱者下 可慈禧又迷恋权力的滋味 所以 不愿把权力交给光绪帝 所以他纠结了 慈禧就这样一直纠结 一边享受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一边又想着自己可能被老百姓破骂 这样一洗一杯 久而久之就老了 后来终于快要死了 慈禧这时已经猜到 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可能极为不好 因此 他就立下两条遗嘱 希望扭转世人对他的评价 慈禧立下的遗嘱是很长 其中一条写着 死后 女人不可欲文国正 此与本朝家法相为 必须严加限制 意思是说 今后女人不能再盖政了 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 不能违背 哈哈哈哈 听得真是要笑死人了 慈禧真会玩 奴尔哈赤建立后今时就明确规定 后宫不得干政 女人不能夺权 可慈禧不照样违反了 而她自己过足这瘾 就不给别人机会了 慈禧打算依次挽回自己的明节 让世人能理解她 简直是笑话 可能慈禧认为 反正自己要死了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慈禧虽然说不让女人干政 可她又在遗嘱中说力谱一为力 让在风和龙玉皇后辅政 龙玉皇后是慈禧的亲侄女 既然让她辅政 那不是又让女人干政了吗 慈禧太后估计快要死了 脑子稍糊了 说话尽前后不一 后人看到慈禧这条遗嘱 不仅没有扭转对她的看法 反而嘲笑她更加愚昧无知 像用这种手段哄骗诗人 要知道 历史终究会被还原的 任何响眼 该历史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